我剛才介紹的這個東西 其實有一個名字叫 Builder Design 就是你要去設計的或是你要考量的點 就是這一塊 就是這個系統 這個系統就是你首先想要理解說 你希望有怎樣的輸出的結合 你今天丟進來的訊號XOV 你希望輸出的結合會是怎樣 這個關係比較重要的是說 那我怎麼去設計這個XOV 使得我輸出的結合可以得到不要的過程 當然這個在設計的過程中 我們在前面講到說很重要的是這個小HOV 那經由這個Fuller顯凍的公式 其實我會要設計的變成是這個大H 因為剛如果我們用在它有面算的話 你要找到這個小HOV 對不對 那你要知道我的XOV是什麼 而且說我的時間 然後你兩個要做Conclusion才會得到我的結合 好 對喔 我要的是小H 那你知的是X跟HY 對不對 我不知道我用弱器那可能是什麼樣的特性 我希望我輸出的結合是不得性 那你告訴我這個系統的小HOV會損 對 你說啊 倒數移過來 可不可以移過來 在Tidal面的愛上我可不可以移過來 不行啦 坎如心不能直接移過來 對不對 所以當初我都要怎麼設計啊 煩死了 因為坎如心就是全部固結在一起 沒有把它拉開來就這樣女孩子的頭髮 全部都找到一起就分不開了對不對 所以這個都沒辦法做 不是平安的頭髮 是那個麻花圓 全部剪在一起 這Conclusion 我講過Conclusion 全部剪在一起的東西 好 那有了FullRage 結合之後 我經由這兩道程序 對 這個FullRage 然後這個FullRage 我發現我也是這個公式 對不對 輸入跟輸出之間的關係 我可以用這子公式來公式 那我要的還是X段 那這時候我還有X段一段 可以的 對不對 我怎麼講那麼快 可不可以移過來 你們要回答 可以的 因為這是相乘嘛 所以我現在的H就可以移過來 所以我要的H呢 就可以寫成Y除以X 對不對 所以是很棒對不對 有了FullRage 結合這個工具之後 本來我好像不能做所謂的那個移過來 因為我要的是H 對不對 那我就沒辦法移過來 可是我做了這個FullRage 或這個工具之後 我發現這三者的關係 我可以用乘的 那我本來要設計的這個系統 這個H呢 就可以這樣移過來 只要我輸了訊號的特性我知道 輸出的訊號我想要也知道 那中間這個H就是什麼 就是你描入設計的 那你有這個H再來說 我怎麼把H變成那個電路 或變成那個系統的設計的東西 那是下一波的東西 所以這邊就是因為做了這個工具 我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OK 好 那 我在之前第二章有提過這個 這是語音處理的 像我現在在Microphone 有三個階段 真的 其實每一個階段就是 它下面的軸就是頻率 它這是強度的大型 這是你們可能在電路學裡用過的 這是Bodyplot 那下面這些這三個系統 分別處理的就是不同頻率 然後它的強度上面也這樣東西 所以這是之前有做過的 這是某種程度的 濾波的概念的設計 就是在不同頻率 你給它不同的強度 或不同特性的結果 好 那在這邊可能要跟各位說明的就是說 這個 我剛才提到說 我經由Fullation中的工具 你會知道 我要設計的系統之間的關係 跟輸入還有輸入之間的關係 那當你有這個下一步之後 那我怎麼設計這個系統 就是這個嘛 對不對 我們之前在講的系統就是用這個什麼 RRC 好兩個就弄出一個 微方式出來 那這個微方式呢 你可以寫出來 喔 以後這個系統 就是一個階級的系統 然後你微算出來 它之間的關係 這個impose 這個我算過 這個一階系統的impose reclose 就是這個experential 負肌 對不對 那它對應的Fullation中 你可以算一下 這個experential 所以它對應Fullation 所以它對應Fullation 所以這整件事情就勾在一起 我問我的Fullation之後 我就可以去很方便的設計這個 那我設計的其實是這個 XO XO 它這個系統 現在我們看起來像這樣子 像這個case來講 看起來像這樣子 有一點像我剛才講 那個低通濾波器理想的 但是不太理想 因為這是實際的 所以不是一個真的方波 就像是那種三波 這是真正的低通的濾波器 當然不好那個就是ideal的 那個世界上就存在的低通濾波器 這是事實上 這是真的存在就是這個 一階的RC電路的東西 所以你有這樣的想法 然後你設計這個東西 你就會回頭來說 那我設計過來點上面的這個RC的設計的東西 我們之前也做過在它裡面是這個import 上就是這個exclangular 慢慢play的東西 所以這個是在做設計的時候有這樣的概念的東西 最後我用一個例子來解釋我剛才想要講的這個情況 好那我先反過來講好了 我有兩個 假設小h是x-at-uot 然後我輸的訊號是x-v-t-uot 那我要知道輸出是什麼 我的輸出的訊號的特性是什麼 那就我們剛才解釋的過程 那你可以直接用小h-at-uot跟小x-at-uot 兩個做convlusion 就是這兩個expandual gain做convlusion 但是你一定會哭了 所以我們就不要 我們是用它的freq-domain的函數 這兩個分別的freq-domain的 fluoration sequence a加zω分析一個是b加zω分析 那所以我就可以知道說 那大Y就是這兩個相乘 也就是這個A加這Om乘上B加這Om 那這個大家都會嘛 因為CAMPLUSH你還要 這個可能 活動跟鋼都會了吧 就含數的相乘而已 那如果CAMPLUSH是上次沒來 連上第二章就不會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小一點可能都會嘛 所以就是有這樣轉換之後 就可以直接算這個代數的運算 代數的運算的東西 好 那這個就可以算一下 那這邊大家要討論一下 因為A如果不等於B的時候 表示這兩個分母不是同一個根 或不是同一個函數 不是同一個多項式 所以我就可以把它劃減 下面就是減拿劃減 就劃減成兩個 然後這個把它B加拿出來 好 然後再經過運算 B加拿出來 那 再來就我可以做這個 這個跟這個分別 它的開動面的函數 就是它inverse的函數就是什麼 A加JOMA對應就是什麼 VAT丘D B加JOMA對應就是 VAT丘D 是剛才對應的那個配對 所以我們就算一下 哦 那開動面的函數就是這個 OK 好 這個就有點像我們 你們在微方層裡面 去用這個函數來解 這個微方層的時候的過程 好 當然我們這邊找了一步吧 我們沒有去算這個大H 從微方層去算出大H 等於多少的函數的換數 好 那另外一個Case是 如果A等於B的時候 那這個會變成A加JOMA VAT丘D 如果A等於B 剛才那種D 我們就會變成比方向的管子 是不是 好 那它的inverse的Fluetion 說為什麼 就是小Y的P是什麼 那這個稍微有點小記憶 首先 剛才有一組系統 首先就副VAT丘D 它的Fluetion是小A加JOMA 然後如果你把 右邊這個Fluetion 對比率作為分 然後在身上J 這個對比率作為一個乘上J 在ω總面微分 等於在開總面乘上T 對不對 然後才會乘上一個-J 你會不會差任的公司 那我這邊又乘上J 所以這邊有一個-J 乘上J就變成 那右邊這一項 就是這個對它做微分 它的微分就是A加JOMA VAT丘D 那就是我要的 所以我的YLDC 就是右邊這一項 就是原來的這一項前面乘上T 好不好 原來的這一項乘上T 這個你可以自己去運算一下 那個回分或什麼 去運算的關係 所以這個是如果它一樣的時候 那你的Y 其實就等於後面這一項的 關係式的結果 所以前面是告訴你那個整個運算的機制 如果我今天在Title面做 要不然你要Title面直接算的話 你要用那個Conflation的方式 去做這個運算跟處理 然後你如果轉成那個Frequency Domain 你就可以直接用相乘的方式 那這邊當然有一個 你要記得是說 首先我們其實多做兩件事情 本來是Ti Function直接做Conflation 但是有點複雜 因為Conflation算來算去有點複雜 所以你想辦法做了Fullation用這件事情 然後把它轉成Frequency Domain 然後Frequency Domain再做所謂的相乘就好 就不用做所謂的Conflation形式的結果 這是可以簡化的部分 好 最後一個問題 好 這個一樣 就是我現在如果輸入的函數 輸入是這個SyncFunction 系統是這樣的一個SyncFunction的形式的時候 那輸入的結果是什麼 好 那你一個記得 A其實就是這兩個相乘 對不對 那你說上面那個好像很醜 我剛才已經特別唸了那叫SyncFunction 所以它SyncFunction其實不醜 它的Frequency Domain是很漂亮的 就是這兩個方波的函數 好 它寫出來就是 用數節式寫出來就是這樣 OK 那我們剛才講過 其實它等於Frequency的這兩個相乘 那這兩個方波相乘就看誰比較小 對不對 這兩個相乘得到的結果 其實還是一個方波 那這個比較小就是minima的 Wi或Wc 對不對 這兩個方波相乘留下來的還是一個方波 那到底是誰就是看這兩個誰比較小 對不對 就只要這樣子寫 好 所以很簡單 所以你的那個Y 好 就是大Y的Omega也是一個方波 所以它的大小X或Y就是另外一個SyncFunction 對不對 那SyncFunction的值 這個頻率值呢 就是這兩個看哪一個比較小 那就是代音對應對方的值 你會發現說有了Fluetion送之後 我們在做這樣的一個系統分析的時候 就不用去算那個Convolution 那麼麻煩的運算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今天再看第二章 你回去再看第二章的時候 你發現我在第二章做的過程當中 那個Y小X跟小H兩個在做運算 去算出小Y的時候 我就很複雜要去算那些Convolution的東西 好 那我們做了一個一件事 就是把全部都丟到那個Frequency裡面去 那我就會變成是相乘的機制 那相乘就比較簡單 因為Convolution是一個積分 然後那個時間又無限多項 然後是做整個運算的關係 好 那以上就是跟各位介紹的 有關Convolution的性質 就是這個系統操作上的東西 那我們今天上到這個地方 回來我們再繼續看 接著有另外一個操作就是相乘 這是另外一個系統上面 你常常會設計的東西 那相乘就是在它裡面相乘的話 在Frequency裡面我們會講 在Frequency裡面我們會看 看不出行的東西 OK 好 那我們今天就討論到日曆 謝謝